確定他們的去留 謝謝 何先生 我亦都很同意教授的觀念 因為我們有關的高官 其實應該說 大家按照他有關的能力 他們有關的一個 在我們有些 已經是我們的特區政府 已經是工作了十年 大家亦都看到他有功 又有過 我相信這一方面 我們應該說做得好的 應該留下 另外有一些 是不是在這十年裏面 亦都有很多的 一些我們一些高級公務員 亦都是有正職的 在這方面我相信 亦都很希望能夠通過一個 有機會一個平台 給我們一些 表現好的一些高級公務員 亦都有一個平台 能夠使得 在今後的 我們未來的一個 新一個領導班子裏面 能夠貢獻他們的力量 好 陳先生 我想 是否留任 這個先由兩位都說了 也是一個很 正當的一個做法來的 其實呢 作為一個 官員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 他能否去承擔 能否去真真正正為民 為這個社會去做一些實事 去辦一些實事 我想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好 東君卿 我想討論這個話題 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想 就是說 不如想一想 公務員 他本身 他覺得應該怎樣 因為在我接觸很多公務員朋友裡面 他們的想法 如果新一屆政府所有主要官員都留任的話 簡直是不可接受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十年了 我們會看到政府 譬如說 我們的法律滯後 法律滯後十年都改不了 肯定法律範疇已經有問題了 是吧 我們的行政改革 改來改去都改到非勞非馬 將整個公職法律斬件 其實行政也有問題了 如果這樣都改不了的話 那我們怎樣體現問責呢 就是你連那個 留任 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去做一個簡單的評分 都不做的話 我想這個對整個公務員的士氣 對特區政府的運作 都是有影響的 另外可能就是 房屋交通的問題 當然 我們要公平地說 樓師長上任 都只不過是幾年而已 有很多問題 不是因為是他而衍生的 比如公共問題 公共問題可能 是之前已經遺留的了 但是起碼 我想 在其他範疇裡面 都應該有些調整 作為一個政府 如果所有事情都不變 一成不變的話 就好像剛才柳教授這樣說 你怎麼可以體現一個新思維 我想 崔先生想說變革 但是還要有一個全城創新 你創新在哪裡呢 如果創新的表現 體現是什麼呢 就說全世界政府都沒有的 就是我們澳門特區有的 就是所有的人 人士一成不變 留任的話 我覺得都是一種創新來的 不過那種 我想是叫黑色幽默的創新 我覺得 無論從社會的看法 或者尤其是從公務員的隊伍本身 都希望政府 人事的結構 或者處事的作風 會有些變化 這樣才體現到一個叫問責型的政府 好 郭環昇 對於官員留不留任這個問題 我相信可以是說 看回我們特首 特首裡面可能都是說 做了十年之後 都要有一個轉變 但是我相信來說 在一些高官的官員裡面 有些已經是做了十年的一個長職 在這個整個社會的風氣 或者整個行政的理論方面 都是覺得是說 一個官員在一個同一個職位 做太長的時間 可能會有各樣的不方便 例如是說 可能會有些權力的掌握太多 或者是有些不同的利益的輸送分配問題等等 都會說 如果在一個官員留任太久的時候 會有很多問題出現 所以我都是比較偏向 在一個官員的調整方面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轉變 令到我們整個政府架構 或者整個施政的團隊方面 都有一個新的思維去改變 但是我需要重複補充的時候 就是說其實根據每一個政府的班子 或者領導架構裡面 都是很需要針對不同的施政的理念 或者是不同的方式去辦事 所以我相信應該會比較著墨針對 在我們將來的趨特首 可以說的 將來的趨特首 在不同的範疇 不同的領域 施政的方針裡面 會有一些什麼不同的方法去做呢 例如如果在某一個領域裡面 他想是說在這個領域裡面比較平穩 這樣去繼續回某一些政策 或者延伸某一些政策的時候 我相信有些官員是可以留任的 而有一些某一個範疇裡面 會是在施政的範疇裡面 會是有一些更大的革新 或者改變的時候呢 相信會是有新的官員上任的時候 會有帶一些新的思維去帶動會是更好的 好 新一屆政府就成立在職了 我們很相信要建立一支有活力、有士氣、有經驗 和廉潔奉公的公務員代表 是我們的首要工作 進行這個公共行政改革也是迫在眉睫的 未來的領導班只是任重道遠 我們希望各位嘉賓和市民的意見 對於我們新政府的施政是有所幫助 我們今天的市民論壇就到此結束 多謝大家下個月同樣時間 我們在這裡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